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采取手工制作 记得高雄世界运动会轰动一时的电影《三太子》吗 当时精致的神匠人偶 是在嘉义市路旁一间小小的神匠工作室制作的 负责任务春兴表示 制作神匠是出于兴趣使然 一半也是为了生活 一半是兴趣 就蛮兴趣 有兴趣就一头栽下去做 一尊神匠制造要花费的时间相当长 如果遇到大量订单 就需要减少休息时间赶工 但吴春兴并不因此含苦 反而更专注于制作 两三个月 头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帽子 架子还有衣服 衣服工也是蛮复杂的 主要是头的部分 头主要是一尊神匠的灵魂 你要做得出来漂亮还是有那个神韵才有用 当电影三太子风潮退去 传承危机渐渐浮上台面 如何在现今社会不被时代的洪流淹没 是此行业的一大考验 传承 越来越少人要做 因为现在差不多是有一些商人是把把你的东西或别人的东西拿到大陆去仿制回来 一般客人如果听价位的就不会去注重那个品质 对于金鱼工艺的艺术家来说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流行风潮涌起又落下 降薪是唯一不变的东西 位在台北市北投的中心新村 过去是治疗精神疾病的国军医院北投分院 里面的军医以及眷属所居住的眷村 它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有温泉的眷村 目前还保留着眷村完整的建筑 民间推动 希望能够将这个区域规划为北投生活环境博物园区 让到访的人能够认识这个充满历史意义和故事的眷村 战后创伤症候群 那有许多的 许多民众 包括军人就 产生了这个精神疾病 因此呢 民国五十年代了 就这里成立了 国军的第一个精神科 医院设立 带动医疗人员眷属 入驻中心新村 中心新村前村后 眷村的伯伯对这块土地怀念也不舍 都分开了 有些搬得比较远啊 可是最好的朋友都没啊 那我们其实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北投生活环境博物园区 那这个概念呢 就是希望市民朋友们来到新北投以后 能够透过现场的这个氛围 还有建筑呢 感受到北投不一样的 这个情况和气氛 感谢观看 嗯 等说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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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